第364集 叶凡赶忙相劝 黑黄 松嘴 徒妃惨叫时还忍不住大嘴巴 这死狗难道成妖精了不成 可可可 不是尾巴都秃了呀 秃他嘴巴 你少说两句吧 你不想要手了是吧 叶凡急忙阻止 同时用力掰大黑狗的嘴巴 他真怕黑黄发喊给他咬下来 徒妃是疼得嚷嚷惨叫 我 死狗松嘴 既然你已经成精了 难不倒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那套 敢亵渎本黄 我活囤了你 大黑狗黑着脸死不撒口 徒妃运转神力 猛振右手 但是根本挣脱不开 只能惨叫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爱狗咬 拖他嘴巴 你赶紧闭嘴巴 别说是你 我估计他见到你 爷爷都敢咬两口 叶凡相劝 同时威胁大黑狗让他撒嘴 这拖一把狗什么来历啊 徒妃依然不知死活 惨叫的同时还在大嘴巴 叶凡秘密传音威胁 告知大黑狗 只有徒妃知道 妖族大能的隐居地 想得骨精赶紧松嘴 可是黑狗吃了秤妥铁了心 就是不撒嘴 咬得徒妃鬼嚎连连 最终徒大嘴巴好话说尽 人痛逃出百余金元 大黑狗才松嘴 一口将所有原石都吞了下去 我要跟他没完 徒妃或解脱出来后 就要寄宝物拼命 可是大黑狗先下手围墙 蔫不出溜的 一口咬住了他的脚踝 我又被他咬了 徒妃嘴巴气得头顶直冒白眼 最终又掏出百余元 才惨叫着解脱 这一次 叶凡急忙阻止了他 别这麻烦了 等你哪天找件宝衣穿上 再跟他计较吧 不然的话 再高出一个秘境 也得被他咬 看什么看 没见过这么鹦鹉的圣黄吗 大黑狗挟了图妃一眼 我从小到达 没吃过这样的鬼 图他嘴巴纷纷不平 怒盯着大黑狗 别这样看本黄啊 我不会捎你当人宠的 带你这样的人出去溜达 丢本黄的脸面 大黑狗昂起头颅 不再看他 小椰子 你别拦我 我的大野的有火剥了的 图大嘴巴 气得七窍生烟 图妃实在是被刺激了 从来都是他戏弄别人 今天却被一只大黑狗 咬得狼狈不堪 实在让他窝火 叶凡也有点无言了 这只死狗 确实浅收拾 对图妃传音 别急 找个时间 我们一起收拾他 相劝了很长时间 图妃才平静下来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啊 难道是想提前去摇池吗 摇池的盛会自然不能错过 不过却不是为了这件事 我是想向你询问 第四大寇青椒王的隐居地 怎么问起青椒王的洞府了 有什么事情吗 孔雀王以及妖族大帝的后人 应该在那里吧 我是想去拜访固友 叶凡答道 他不可能提起磅礴 大黑狗的耳朵 顿时竖了起来 到了现在 他彻底老实了一声不吭 仔细地听着 你该不会是冲着炎如玉去的吧 涂大嘴巴又充分地 发挥了联想 叶凡催问 你到底知不知道 自然知道 说起来 上次一个妖精 还向我打探过你呢 谁 忘记问了 反正是很妖很妹 大黑狗插嘴 赶紧带我们去青椒王的隐居地吧 涂大嘴巴黑着脸 没有搭理他 对叶凡说道 我们必须要立刻离开朝阳城 你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什么牛头马面都来了 特别是摇光圣子 那个王八蛋也出现在此 让我有点心惊肉跳 说到这里 他又笑起来 嘿嘿 你不想知道 外界怎么样了吗 走 我们去别的绿洲 看看你到底惹出了 怎样的大风波 叶凡当着曲中 年轻修饰的面 几下摇光 与鸡家八名真传弟子 这则消息像是长了翅膀 飞快地传了出去 惹出不小的风波 曲中风气云涌 人人心惊 鸡家浅出诸多强者 来到这片绿洲 神体极好月 亲临 更有人见到了摇光圣子 这两人浑身都被光环笼罩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关注 是东方年轻一代 屹立在绝颠的任务 而如今却为了一个名为叶帆的少年 同时驾临曲州 自然让人吃惊 很快又有消息传出 摇光圣女姚夕也赶到了 出现在朝阳城 让此地成为了风云济会之地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曲州十方街洞 周围的绿洲也得到了消息 人们议论纷纷 全都在谈论叶帆 这个少年没有尸城 没有投靠某一大教 竟然只身从南域横堵虚空 来到了北域 果然有些手段 他得到了姬家的大虚空数 竟烧死过姬家的太上长老 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叶帆过去的所作所为 被传出 人们更加吃惊 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他身为荒谷圣体 后面的修行道路将极其艰难 不知道他能够走多远呢 当这则消息传出后 很多人都发出了一声叹息 这种体质就像是一种魔咒 任你悟悟性 尽先尽妖 也只能被锁死在这句肉壳牢笼中 后面的道路让人绝望 不过这种体质却值得研究 我想各大圣地都感兴趣 他拥有万无母气筑成的鼎 这样的瑰宝会让各大脚都眼红 纵然没有机家出手将来的处境一堪忧啊 可惜了 荒谷圣体啊 难以大破的魔咒 这辈子的成就就已经快止步了 有些人惋惜 觉得这个少年的前路基本已经断绝了 不可能迈过荒谷遗留下来的天谦 敢向机家回头 原本期待一个绝顶人物在将来崛起 不想 却是那种体质 自荒谷一来 无尽岁月过去了 从来没有人可以打破魔咒 堂堂无敌天下的荒谷圣体啊 竟然沦落为了废体 真不知道何年何月会有奇迹发生 人们从最开始时谈论叶凡的所为 到后来谈论荒谷身体 没有人看好他 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 畸形奇葩会很快凋零 这种体质没有未来可言 此刻 叶凡与土飞已经出离曲州地狱 书和啊 你现在可是个风雨人物了 一路走来到处都在谈论你 土飞骑坐在一头青毛狮子上 飞在荒凉的红褐色大地上空 绿身在风口浪尖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没有特殊手段 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叶凡并不后悔 他本就是为了扫鸡家的颜面而出手的 他身穿一身紫衣 模样与先前大不相同 一扫清朽之姿 此刻见眉心目鹰气逼人 气质大别样 纵然相遇熟人 也不担心露出马脚 他没有坐骑 在虚空迈步前行 速度也很快 大黑狗也来到了空中 不过 却不是自己飞行 软磨硬泡将叶凡搅和的 五色玉州要去 被他改造的跟个乌龟壳差不多 颜色也变得黑不溜秋的 在曲州周边地狱 你可是名人了 所有修士都在谈论你 下次如果弄得动静再大一些 我想会传到盛城那边 那可就热闹了 这算什么呀 当年本皇纵横天下时 正片东皇无人不识皇 大黑狗插嘴 土飞咬牙 暗中对叶凡传音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我真想找个机会顿了他 算了吧 跟你只脱尾巴狗计较什么呀 叶凡相劝而后问道 青椒王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非常遥远 估计全力飞行也需要十几日的功夫 北域真的太大了 广袤无垠 有些门派间甚至需要飞行一年半载 才能到达 还好青椒王隐居之地并没有这么遥远 你到底想去做什么呀 土飞不相信一叶凡 是为访固有 一叶凡无法说实情 去避难 即将把世界的追杀我 在外面实在不安全 这一次 他恐怕将会得罪妖族 我不得不提醒你啊 你身上的万物母气铸成的顶 去了青椒王那里 多半会生出一些波澜 你是说 孔雀王他们会出手 叶凡粗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